我們玩杜卡迪都是喜歡它歐洲的品牌,就是出名 現在我沒有去賽車 我現在在街上玩車,我都選擇杜卡迪的 因為它看上去超責的 講到十年前,我記得第一次我駕駛的一千 我一埋伸一坐就很高,是難駕駛一點的 比較牛一點,因為它的線性沒有那麼好 這十年度卡迪,引擎的跳動已經好了很多 線性一點,沒有以前那麼牛 所以現在的度卡迪比以前那麼好駕駛就是這個意思 我都試過很多款度卡迪,V2引擎的特性沒什麼改變 特性追求是高轉數的 變成低扭的時候,比較有跳馬仔的感覺 我們經常說跳馬仔的感覺 可能我們都不是在走快車的時候 譬如一波走行車,車速慢慢 第二波可能轉數配合不來 跳馬仔的情況 即比其油們錯誤了,就搶上死貨 如果你再放大油的話,或者它會在衝前去 所以慢車,你是要學會怎樣吊騎力子 跟油門的合力度 這樣配合車速,跟引擎的轉數 開法其實不是車的問題 是我們要怎樣駕駛得舒服一點 如果V型這個方法 起步一下就這樣放幾次 未必可以做到直四 可以放幾次走車不給油 直四的話 我們有時駕車的1000cc 它的轉數起碼有1,000-1,200轉 它很晚什麼呢 1,200轉我們可能不需要給油 就這樣放幾次它已經走車了 不會死火起步 相對來說當然容易一點 我個人經驗 如果駕駛杜卡迪駛得好 即是駕駛一兩年車 駕駛日本車 很容易駕駛 我說了這麼久 其實這款車不是難駕駛的 它的V型特性就是這樣 你稍為給點時間去適應它 一樣這麼好駕駛 排內的不用說是適應期的 一駕駛上去 一駕駛兩個燈口已經駕駛這款車 唐太太 駕駛上去其實蠻好駕駛的 那個彎心 我們說駕駛的車 不是它舒適 你找些多彎路的地方 你就感覺到這車的彎心彎向很好 如果你們喜歡做家庭的街車 如果排名不久的話 我建議上次測試過一輛Monster 因為整體的設定是舒適一點的 這輛雪比輝塔很明顯是賽車化的 如果個人意見 至少有兩三年的駕駛經驗就會好一點 很多人都說Monster很差一點的 它的座姿和高度 駕駛電單車很有趣的 總之兩隻腳到了地 就覺得很安全的 即是U-turn也好 這個駕駛電單車也好 這輛就明顯比Monster高一點的 我也是要吊腳的 這輛現在比Monster更差很多 重心的力量在腐口位置按下去 加上高度 我們就算是停車的緊張 也會比較辛苦一點的腐口位 而且它的避震設定比較舒適 避震設定比較軟的 我們過的椅爐 手把不會兩邊擺 它能夠操控 這個避震設定偏硬 譬如在農場那樣 比較偏軟的 車速快 如果過了軟的椅 或者渠蓋 就算我們有釘放也好 什麼都好 駕駛的時候 手比較要捉緊一點 萬一年齡不夠長一點 不懂得控制 怎樣捉緊的那輛 可能快車的時候 可能會擺脫的手 會怕導致炒車 所以P排仔或者不夠長一點 最好就不要駕駛那麼硬的避震 這款我試了真的比較 Monstar 比較難駕駛 起碼都要有兩三年 車牌的人駕駛 通常駕駛兩三年 會駕駛快一點 出彎的油門比較大一點 可能會駕駛一下避震 一駕駛的話 避震太軟 就會導致線尾 駕駛快車的話 我們盡量避震偏硬一點 偏硬一點 偏硬就要懂得控制 因為旁邊不會擺放 Street Freighter 訂彎的時候 就是S1 比Monster更好 比較暢順 流暢和穩定 力一定有 始終歐5的死喉 管得很厲害 如果你想享受馬力的勁 通常我們買得到這些車 在香港都最好 裝回一條死喉 然後就流下去了 這下呢 駕駛聲 那部引擎聲沒有改變的 是的 駛駛聲就變了 你聽到吧 剛才是駛駛駛的聲音 那部引擎聲也是一樣的 這個英文字的解釋 是超短沖程的 Monster 和Street Freighter 都是用V型引擎的 排氣量大家差不多 不過 Street Freighter 多Monster 42匹 但是為什麼 兩部車的低 中段都差不多呢 首先是Monster 用了一副 比較長行程的器杠 設定是相對 較早時間 將馬力和扭力 釋放出來 在街道來說 比較容易運用的 扭力和馬力 那個低扭的跳馬仔 沒有那麼厲害 所以Monster 比較容易操控 相反 Speed Freighter 氣缸 衝前比較短很多 引擎的轉數更高 我們看圖 都看到它的低 中 不會比Monster 特別高 甚至要更高轉數 才能釋放馬力和扭力 但試車那天 想過街道的問題 所以我們 試不到高轉數 但高轉數的馬力 一定比Monster 很大 現在你看到鮑魚 是Bambo M4 Bambo 手褲 Bambo OK 現在這輛車的鼻子 你們不要太擔心 是很漂亮的 叫做我們不要死扣爛扣 鼻子很短距離 都扣得停 很漂亮的 我看回溫度 28 度 OK 出去遊車河一流 不會說熱到 辣到大腿很痛 今天28 度 再熱一點 我就不知道了 這款車 電子轉波 防起頭那些 純織系統 防打滑那個 什麼都有 這輛車有很多電子東西 可以幫到大家 你適應一下 其實很好玩的 電子轉波 現在這輛車很好享受 在高速公路 一直定住有門轉波 變了很多東西 可以幫助到車友 這麼多電子東西 有變化 變了我們駕駛了很多 我們叫安全一點 不會令到它有時失控 有門的時候會打滑 你看看這個單體式鋁合金車架 它是那個引擎 扣下去的 所以現在你看下去 它是沒有車架的 現在套家庭的跑車 全部都是用這樣的車架 又細加 又收身 我記得之前都是用鋼管車架 但是沒有車架 有機車架 現在只會有大幅 因為你會有機車架 是有機車架 在那裡 你會看到 你會看到